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雪观花,温柔备酒,与身边人慢慢感受时光流过,变成冬日里的小雀星。 冬至已到,又要一年,等到山后水全冻便到了充满希望的世界,太阳新生,往返运动进入新的循环,山中的泉水开始流动,变得温热,万物都开始盼着春天的来到。 古人把冬至看作大吉之日,直至今日,我国各地区仍用各地的习俗迎接着这个特别的节日。 冬至不端饺子晚,冻掉耳朵没人管。 在我国北方许多地区,每年冬至日,都有要吃饺子的习俗,有消寒之意。 在这天,一家人齐聚一堂,热热闹闹地包上一大锅饺子。 胖嘟嘟的饺子在锅里翻滚,好像是蓬勃而充满希望的生活。 而在江南地区,则盛行冬至吃汤圆。 圆意味着团圆圆满,冬至吃汤圆又叫冬至圆。 民间有吃了汤圆大一岁之说,宁波人民还会在煮汤圆时加入酒酿。 在宁波话中,酒酿也叫江板,取其财运高涨,福气高涨的豪彩头。 冬至以他特有的方式和言语释放着他的韵味。 天时人世日相催,冬至扬生春又来,冬至已至新春不远。 春天已等候在前边,新的希望和收获越来越近。 一切的美好都将奔赴而来。